狗是人类最早驯化动物之一,不仅可以看家护院打猎围结,还能作为陪伴型的宠物 西州时期有个官职叫做犬人,就是给皇帝养狗的 可见当时皇家饲养能打猎能陪伴的猎犬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 汉代皇宫中也是有狗钟和狗间,同样是帮皇帝养狗的 汉武帝更是设有犬台宫,为文武百官表演斗狗戏 唐代初期,高仓国进贡了一种小狗,这种小狗就是如今金巴犬的先祖 由于长得乖巧,金巴犬一进入中国,变成为唐朝贵妇的贴身宠物 虽然这时候民间养狗还是以狩猎看家的生产作用为主 但是皇室贵族已然更倾向于狗的陪伴功能 如果说唐人爱狗,那么宋人一定更加爱猫 当时还有一种风俗叫做起猫,所以古人起猫必用聘 通过像猫主人赠送小鱼竿、盐等食品,聘回去一只小猫 除了猫、狗这类常规的宠物之外 古人他会饲养马、象、虎、猿、狮、犬、犀牛、雄路等大型的动物 明武宗诸后照,就建有虎尘、象房、豹房、路场 由于珍惜度和饲养难度 大型瘦刘宠物也多集中于皇室和顶级的权贵家中 而像狮子、大象和犀牛这一类的,来源只能是外邦进贡了 飞禽也是古人最喜欢的宠物之一 什么养鹦鹉、八鸽、化眉、百灵鸟等等都是古人玩剩下的 在鸟类的宠物中,资格最老的应该算是鸽子 不过早期的人们饲养鸽子似乎是为了吃 直到南北朝的时期才出现了把鸽子作为表演宠物的记载 随后人们还发现了鸽子重要的用途就是传递书信 于是鸽子又被当作信使来刺养 孔雀和鹰都是高贵的代表 古时候的孔雀是属于外来的品种 直到明朝,孔雀都是西南诸国或者是郡县、郡县的贡品之一 它之所以在古代的地位高贵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身上有这浓厚的宗教因素 佛经中白相代表降生,狮子寓以法力 孔雀、山鸡、鹤这些动物常常是菩萨的化身 这类有宗教意味的动物又被称为锐兽 身价自然不同 鹰作为猛行,常被看作力量和威武的象征 使其颇射帝王的喜爱 民间养印则和养狗一样,是为了当工具捕猎 大家现在最熟悉的宠物鱼可能是鲸鱼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将鲸鱼放在池中关上了 龟由于长寿,也算是瑞寿之一 很早的时候人们使用龟甲占卜 久而久之也开始把龟当宠物饲养 这些水产类的,什么黄鳝、虾、泥鳅、田螺、青蛙等等 古人不仅吃它们,如果长得好看,它们也会拿来当宠物 尤其是变异的一些品种,比如说白龟、金虾、金扇、最受喜爱 以上的宠物要么能陪伴,要么能观赏 还有一类宠物,长得丑但是也受欢迎 比如说蟋蟀,斗蟋蟀始于唐朝,新于宋朝 为什么?因为能赌博 有句话叫见喜子,必有喜乐之事 实际上这个喜子就是一种小蜘蛛 因为名字极像,成为了当时人们的宠物 古代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宠物,狮子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民事风度 一度以张乱疯癫为流行 身上自然多狮子,它们不仅不抓掉 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狮子,还能淡定的和别人聊天 是一种脱俗的表现 那这狮子不就当成宠物一样饲养在它们身上了吗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见 祝点给人提供